北京时间4月6日凌晨,欧洲女排联合杯决赛第一场对决在斯坎迪奇女排和罗马尼亚拉布日女排之间展开。 经过四局激战,朱婷和姚迪代表的斯坎迪奇牌以3比1的比分击败对手,在主客场加金局制的决赛比拼中抢的先机。 本场比赛朱婷发挥亮眼,好取30分成为得分王,并荣因单场MVP。 欧联杯是欧洲女排赛事中,比欧冠第一个级别的洲际联赛,一般都是落选欧冠的一些俱乐部参加。 斯坎迪奇女排上赛季位列一甲第四位,因此错失了欧冠资格。 但是如果能在欧联杯比赛夺冠,也能弥补一下遗憾。 斯坎迪奇女排在2022-2023赛季中金引进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尽管当时朱婷的手腕还在恢复期,能否重返巅峰也还是未知数。 不过斯坎迪奇女排对朱婷非常有信心,他们相信朱婷能够帮助斯坎迪奇女排去冲击冠军。 斯坎迪奇的眼光很毒辣,朱婷加盟斯坎迪奇女排之后,为球队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随着比赛的深入,朱婷和队友的磨合越来越默契,朱婷在阵容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高媒安特罗波娃负责高点进攻,朱婷则在一船,进攻,篮网,防守各个环节为球队建功。 另外在球队二船出现问题的艰难时刻,姚迪能够火速持援斯坎迪奇。 相信朱婷也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可见朱婷已经是斯坎迪奇女排离不开的主力大将。 目前斯坎迪奇女排有双线冲冠的任务,在以贾联赛目前排名第二位。 而在欧联赛女排比赛中,球队也是打进了决赛。 斯坎迪奇女排要和罗马尼亚的布拉日女排进行主客场较量。 4月6日凌晨双方进行了第一场对决,这场比赛几乎成了朱婷个人进攻的表演赛,彰显了中国女排队长全面的技术实力。 由于欧联杯女排比赛不限制上场外援的数量, 因此斯坎迪奇女排主帅巴伯里尼近前外援主力上阵。 本场比赛斯坎迪奇首发阵容为主攻朱婷、皮特里尼、 副攻华盛顿、贝列恩、接应安特罗波瓦、二船姚迪、自由人梅尔洛。 另外其他外援也都得到了替补上场的机会。 斯坎迪奇女排球新云集,进攻实力在罗马尼亚布拉日女排之上, 第一局比赛就在气势上全面压制住了对手, 很快就以25比12的悬殊比分获得胜利。 第二局比赛布拉日女排加强进攻和篮网, 给斯坎迪奇女排制造了一定的麻烦。 不过朱婷的下球率太高了, 球队再次以25比19拿下第二局。 第三局比赛斯坎迪奇女排安特罗波瓦和朱婷的进攻遭遇重点盯防。 布拉日女排趁机以25比21搬回一局。 第三局比赛朱婷继续发威, 姚迪也给她创造了很多进攻的机会。 最终斯坎迪奇女排以25比18拿下胜利, 从而以总比分3比1击败对手获得欧联杯决赛首胜。 下一场比赛将于4月13日在斯坎迪奇女排主场进行。 斯坎迪奇女排只要再赢下二局, 就能提前锁定欧联杯冠军。 朱婷在本场比赛中好取30分, 各项数据非常优秀。 姚迪的传球很不错, 两人的配合值得点赞, 因此她也毫无悬念地成为本场比赛的MVP。 朱婷加盟斯坎迪奇女排之后, 已经拿到了很多个MVP, 再次证明了自己MVP收割机的身份。 再过一周时间, 球迷应该就能看到朱婷继续带队获胜的画面, 也能见证朱婷加盟一甲球队之后拿到的第一个冠军。 加油朱婷! 这个证明怎么otith我发oru他的冠军。 �用冠军的你的春月祭继续带 flo travail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